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独立宣言的失控派对 酒后的历史决策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独立宣言的失控派对 酒后的历史决策 听起来像是某种历史版的最后大丈夫 但其实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意义和趣味 首先 让我们回到1776年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时代 美国的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统治感到不满 于是他们决定要独立 但在这个过程中 酒精的角色可不容小觑 当时的社交场合 酒精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无论是庆祝还是讨论政治 酒都能让人们的情绪高涨 甚至让一些平时不敢发言的人也勇敢地站出来 据说 在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天 许多代表们在会议前都喝了不少酒 想象一下 这些身穿三角裤和长袜的绅士们 手里拿着酒杯 嘴里却在讨论如何推翻英国的统治 这画面简直就像是一场历史上的失控派对 有趣的是 这些酒后的决策并不全是胡言乱语 反而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而且 酒精的影响不仅仅是让人们更勇敢 还能促进创意 当时的代表们在酒精的催化下 可能会想出一些更具创意的说法 像是我们这些人 决定不再忍受英国的统治 这样的口号 听起来就像是酒吧里的口号 却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当然 酒后的决策也有其风险 想象一下 如果当时的代表们喝得太多 可能会签下我们决定开一家酒吧 并且永远不再工作的宣言 那么美国的历史可能会完全改写 不过 幸运的是 他们的酒量还是有一定的控制 最终签下了那份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历史告诉我们 酒精在某些时刻可以成为创意的催化剂 但同时也要小心不要让它成为失控的导火索 毕竟 历史的决策可不是随便喝酒就能做出的 还是需要一些理智和清醒的头脑 最后 让我们以一杯虚拟的酒来庆祝这段历史 并希望未来的决策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 毕竟 历史不会因为酒后的失控而重写 但我们的未来却可以在清醒中创造 干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西部牛仔的失误 枪战中的舞蹈比赛 在西部牛仔的传奇故事中 枪战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场景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这些枪战有时候更像是一场舞蹈比赛 想象一下 两位牛仔在沙漠的黄昏中对峙 阳光透过他们的帽子 照射出一种神秘的光芒 这时 他们的动作不仅仅是未了射击 还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首先 牛仔们会互相瞪着 这就像是舞者在舞台上互相挑衅的瞬间 接着 他们开始慢慢地移动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们的步伐其实是有节奏的 像是在跳一支慢舞 然后 当他们的手伸向枪柄的那一刻 整个场景就像是舞蹈的高潮 观众的心跳也随之加速 然而 这里的失误往往会让人捧腹大笑 想象一下 一位牛仔在紧张的对峙中 因为过于专注于自己的舞步 结果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靴子 摔了一跤 枪也掉了 这一幕不仅让对手愣住 甚至连旁观者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就像是一场舞蹈比赛中 选手因为失误而摔倒 却意外地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再者 枪战中的舞蹈 还体现在牛仔们的风格上 有些牛仔喜欢用华丽的转身来吸引注意 这就像是舞者在舞台上炫技 而有些牛仔则偏爱简单直接的动作 像是舞蹈中的基本步伐 这种风格的差异 让每一场枪战都充满了变数和趣味 所以 当我们回顾西部牛仔的故事时 不妨把枪战看作是一场舞蹈比赛 虽然有时候会出现失误 但正是这些事物让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毕竟 无论是枪战还是舞蹈 最重要的都是享受那一刻的激情与幽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金矿热潮的滑稽故事 挖金与失败的幽默 金矿热潮 这个词汇一提起来 总是让人联想到那些穿着牛仔裤 手握铁锹的淘金者 满怀希望地奔向西部 梦想着一夜致富的美好画面 然而 这背后却隐藏着许多滑稽 而又啼笑皆非的故事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首先 让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的加州 当时的淘金热可谓是如火如荼 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入 带着各种奇怪的工具 甚至有些人带着锅碗瓢盆 准备在河边洗精 有一位名叫约翰的农夫 听说金子在河里闪闪发光 于是他决定放下农具 带着他的牛来到河边 他的计划是用牛来拉着一个自制的金矿筛网 结果牛不但不合作 还在河边悠闲地吃草 让约翰哭笑不得 最后 他不仅没有挖到金子 还因为牛的懒惰 而回家时多了几斤草料 再来谈谈那些专业的淘金者 有一位名叫比尔的淘金者 听说某个地方的金子特别多 于是他决定带着一整套的挖掘设备 结果在那里挖了整整一个月 却只挖出了一个金色的石头 比尔高兴得不得了 心想这下可以卖个好价钱 结果回到城里一问 才发现那根本不是金子 而是一块被阳光照射的 闪闪发光的普通石头 比尔的失败 让他成为了城里的笑柄 大家都戏称他为金石头比尔 而在淘金热的背后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金子这个词汇的使用 许多淘金者在挖掘的过程中 经常会误认为 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金子 结果却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矿石 这让人不禁想起一句话 金子不一定是金子 闪光的东西也不一定能让你支付 这就像我们生活中 有时候看似光鲜亮丽的机会 实际上却可能是个陷阱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 在金矿热潮中发现金子的人 据说有一位名叫玛丽的女性 她在淘金热中并没有去挖金 而是开了一家酒吧 专门接待那些疲惫不堪的淘金者 她的酒吧生意兴隆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在挖金之后来一杯放松一下 玛丽的成功告诉我们 有时候与其在金矿里挖掘 不如在旁边开个酒吧 赚得盆满钵满 总之 金矿热潮的故事充满了幽默与启示 无论是约翰的牛 比尔的金石头 还是玛丽的酒吧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 人生的道路上 挖金固然重要 但有时候 找到自己的金子才是最关键的 希望大家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 能够保持幽默感 毕竟 笑一笑 十年少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的趣味故事 从独立宣言的酒后决策 到西部牛仔的枪战舞蹈 再到金矿热潮中的滑稽故事 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另一面 在我们的讨论中 酒精的作用不仅是催化剂 更是让那些本来可能不会发言的人勇敢站出来 甚至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西部牛仔的枪战 如何像舞蹈一样 充满着节奏与张力 失误反而增添了幽默感 而金矿热潮中的淘金者们 则让我们明白了 追寻金钱的过程中 保持幽默感和灵活的思维 是多么重要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严肃的事件 更是一连串充满人性 幽默和反思的瞬间 这些历史中的小插曲 不仅让我们发笑 也让我们反思 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 无论是酒后的狂欢 还是金矿中的冒险 最重要的是 记住保持清醒的头脑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现在轮到你们了 你们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你们是否有类似的幽默经历 想要分享 快来参与讨论 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打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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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